第百六十节 游喜 顾锦芝又把对太后的哭诉 跟皇帝说了一遍 他哭得很假 皇帝看着他这样 一时间啼笑皆非 先酝酿好情绪再来哭嘛 哭得太不像了 跟孩子胡闹似的 顾锦芝却还在自娱自乐 哭得很流畅 母后 小七哭了 朱仲军也哭起来 他哭得就情真一切 完全把顾锦芝比了下去 太后的心揪了起来 他要想起之前 仲军尚未遇到顾锦芝 总是这样哭 动不动就抱着太后的腿 哭得可怜 那么大的男子 既叫人心疼 心酸 又可怜担忧 看着朱仲军哭 太后的心顿时就乱了 他不顾皇帝在场 抱着朱仲军 哄了他道 不哭了 小七不哭 小七啊 你起来吧 你一直照顾王爷很好 不需要另外安排人 哀家从未怪罪你 快不要哭了 后面一句 声音有点力 顾锦芝连忙不敢哭了 见顾锦芝不哭 朱仲军才渐渐止住了哭声 太后娘娘的心 这才缓缓松开 透出一口气 他叫陈姑姑 拉了顾锦芝过来 和朱仲军一样 坐到了太后娘娘的踏上 太后娘娘拉了顾锦芝的手 用帕子替他擦脸的 好孩子 怎么这样多心呢 哀家疼你还来不及 哪里怪罪你呀 顾锦芝吸了吸鼻子 眼泪不再流了 朱仲军也眨不着泪眼 要拉顾锦芝的手 两个小人终于不哭了 太后就看了眼 坐在一旁看热闹的皇帝 皇上 大公主和二公主 都在哀家这里呀 上次皇上还问 要不要添个人给哀家 哀家如今 就向皇上 讨了记起吧 皇帝眼底的笑微脸 他看了几眼卢阳王 又看了几眼顾锦芝 偏偏这两个小人也在看他 等待他的回答 两人被皇帝的目光一扫 坦然没有半点忐忑 好似懵懂幼童 不通事事 皇帝心里的戒备 这才微微松懈了几分 他沉默了一下 笑道 既然如此 就让记起 到坤宁宫里服侍吧 这原本是好心 倒叫小七曲解了 顾锦芝佑起声 行礼道 命女该死 却不说让记起到家里去的话 皇帝就白白手道 起声吧 顾锦芝佑坐到了太后身边 皇帝不仅仅安排了一个美艳宫女给卢阳王 还安排了一个给南昌王 原本是借着卢阳王是傻子 不通情理 看中了宫里的宫女 飞要了去 皇帝也没有法子 不得不给 可不能厚死薄彼 只给卢阳王 不给南昌王 这样 就顺理成章 利用卢阳王的傻 给两个王爷的别管 各安排一个人 以备耳目之用 太后也明白皇帝的用意 所以没有拒绝 那日都答应了 都是顾锦芝来闹的 皇帝又看了顾锦芝节 想了想 皇帝对太后道 既如此 给二帝那个 也让到昆宁公府是吧 没有借口 也不好乱给南昌王府的别管三人 太后笑了笑 点点头 顾锦芝也微微笑了笑 看到顾锦芝笑 朱仲军这才开心起来 太后的心情 也渐渐好转 她年纪越大 越是心软疼孩子 看到朱仲军哭 她便心里难受得厉害 连皇帝的话也薄了 这算是第一回吧 皇帝今日一整日都不顺 先是在朝堂上被顾炎涛反驳 原本打算风情深似做太医院提点 整顿太医院 结果被顾炎涛打搅 没办成 这件事让皇帝心里很不快 可这件事也让她看清楚了 从前的父亲在时的老臣派系 渐渐被她打乱了 朝中不再是谭家势力 一岛独大 顾炎涛没辜负皇帝的希望 她在朝中势力越来越大 要打破从前的制衡了 从前的朝臣都是一边党 文臣以依靠谈家的下手府 马首是瞻 武将对战功显赫的江梁 为命是宠 反而是新帝 因为年幼 没功于设计 被老臣们轻视 如今 顾炎涛打破了这种制衡 让朝中泛起了一点火水 可顾炎涛也太没有眼色了 明知道皇帝很欣赏秦深寺 想给秦深寺一个出身 结果被顾炎涛给搅和了 回到进宫 给罗阳王和南昌王安排的人 又让顾锦芝给搅和了 今日 是跟顾家的人犯冲吗 想起顾锦芝那拙劣的表演里 皇帝又笑了笑 到底只是个小孩子 没什么大心机 什么都表现在脸上 这么一想 好像顾锦芝今日的脸 和往常不同了 眼上有点呛 哭得可怜 眉眼竟然流露出几分女子的柔妹 不似往常那么稚嫩 她也长大了呀 皇帝慢悠悠地想着心事 慢悠悠从昆宁宫夺步回去 太监大总管刘树 却迎面几步走了来 看到了皇帝连忙跪下行礼 陛下大喜啊 景和宫的顾德飞娘娘 有了龙脉呀 皇帝心头又是一顿 她今日果然和顾家人相冲 顾家德飞进宫 她就没过去几次 平常真的想歇在妃子那里 也是去谭贵妃的宫里 她知道 谭贵妃不可能再生育 所以没有顾虑 而其他妃子总牵扯着家族利益 朝中局势尚未明朗 一切都不在皇帝掌控之中 她就更怕天类累赘 德飞端午节而进宫 和其他妃子贵人一样 皇上才去了三次 其他妃子都没反应 偏偏偏顾德飞有孕了 她运气也太好了吧 皇帝沉默了一下 才对刘树的 白家锦和宫 南昌王也正因为皇帝 要赏赐她一个宫女而心烦 王妃怕给她更添仇烦 就笑着道 既然送了来 王爷应该高兴才是 她是宫里少的 到底比不得咱们府里的那几个 不如把咱们正院的东乡房收拾出来 给她住吧 南昌王就狠狠地瞪了她一眼 王妃心里难得好受吗 家里原本就有三个偏妃 两个侍妾 这些女人 有王爷自己看重的 像王妃自己的族妹 也有旁人送的 像孙偏妃和陆偏妃 也有是王妃自己抬的 像那两个侍妾 就都是王妃的陪嫁 如今再添一个 王妃心里也烦 却要怕王爷说得不咸良 这才巴巴地说 把自己正院的东乡房收拾出来 结果 王爷没有赞的 反而瞪她 她心里就委屈极了 想着 王妃咬了咬唇 沉默低头不语 贤惠 也不在这个头上 南昌王情绪微缓 对王妃的语气也和缓了些 宫里赏赐的人 怎么能搁在咱们的东乡房呢 岂不是放个眼线 在自己的眼皮子底下吗 把宫偏飞挪到咱们的东乡房 将他原来的院子 让给宫里来的那位住 南昌王吩咐的 然后启事要出去 他要去外院找人商量商量 如何应对皇帝这次的猪章 王妃还来不及拒绝 南昌王已经走了 王妃紧紧地攥住了帕子 心里一阵烦躁 三个偏妃里 她最不喜欢宫偏妃 王妃娘家姓宫 那位宫偏妃就是她的族妹 当年王爷去浙江游玩 到了王妃的娘家 然后在后院遇着了王妃的族妹 见她生得亭亭水仙一般的渴人 就多看了几眼 王妃的父亲 立马安排江那位族妹 送到了王爷府里 王爷平日里也不多说什么 王妃却能敏感察觉得出 她更疼爱公偏妃 除了有要紧事 回了内院 更多的时候 失去公偏妃的院子 不愿意归不愿意 王妃可不敢委逆南昌王 立马就叫人开始收拾东厢房 又派人去告诉公偏妃 让她挪出院子 是王爷的意思 看着丫鬟婆子们各自去忙了 王妃的心跟针簪般的疼 她吸了口气 进了西瓷尖 跪到了菩萨面前 拿着梦鱼默默敲着 度那心头膜 菩萨救救我 好半晒 她的情绪才渐渐平复 那些疼痛也缓缓散去了大坝 王妃知道菩萨显灵了 很开心 起身又去东厢房看看 哪里没有准备妥当 她也许不是王爷跟前人中 容貌最出众的 也不是财琴最出挑的 却是最有容人之量的 她笑了笑 东厢房常年没有人住 一时半会儿也收拾不出来 王妃回了自己的屋子 南昌王就快步从外院回来了 笑着对王妃道 不用忙了 宫里的人皇上另外次给了太后 不用来了 王妃错愕 皇帝怎么也出尔反尔呢 太后娘娘怎么了 她问 南昌王笑 太后没事 是隔壁的顾家小姐 她进宫去闹了 说吧 她哈哈笑起来 听说隔壁顾家三爷的妻子宋氏 真是撼度非常 不成想 她的女儿也如此 顾锦之尚未过门 就敢伸手管卢阳王府里的事 还真被她拒绝了 想着她回头看了眼自己的妻子 只知道忍耐 一味地凝弱 王妃则震惊不已 她半场不知道该说什么 南昌王很开心 就进了小书房去看书了 王妃好半场才回过神 自言自语地道 太后居然 没骂她吗 她难以想象 打死她都不敢的 从前 她对娘亲聚焦的 如何温柔顺从 如何和睦内院 如何恭敬丈夫 如何孝顺婆婆 为了跟女人去和婆婆闹 惹婆婆和丈夫不喜 在王妃心里 这是犯了大罪的 望着院墙 院墙对面 就是顾家的方向 她久久没有挪眼 感谢您的 寻思赞